大家好 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做到一個可以做雙向連結的地圖應用 相關的資料有更新在共筆裡面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在共筆區裡面去看相關的資料 我是高雄人,我的背景是做EE的 我現在是做Software Engineer 領域是在半導體相關 但我平常的興趣也是會對於一些web或者是硬體相關的題目都會有興趣 所以CostCub才會說有興趣把自己做的一些side project 然後在CostCub上面發表這樣子 然後今天的這個應用的背景是說 有時候比如說我們在高鐵上面 高鐵上面不是都會有一些期刊 然後期刊裡面就會有寫到說 某一個地方就是有報導一些相關的故事在裡面 然後這時候有時候就會想說 那像這樣子的故事 比如說這個高鐵如果每個月份他更新他的刊物的時候 像這些很有意思的故事有時候 其實你也很難再回頭去找到像這樣子的一個故事所在 那有時候他也是說比如說你路邊看到的一些看板 他裡面有介紹說某個地方他有什麼樣子的一個介紹 然後或者是說大家在比如說看YouTube的時候 或者是在滑Facebook的時候 會有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故事的時候 有時候像我自己就會想說 我希望之後比如說我想要到這個區域去玩的時候 我希望我也有可以就是把這些我以前曾經看過的這些故事 可以有辦法就是幫助我可以回想起來這樣子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說有時候我們在看這些資訊的時候 我們就會想說那這些它是發生在地理位置裡面的哪裡 然後有這個概念其實對我自己來講 我會很想要有這方面的一個印象 而不是說我只是滑過一次一次的這些文章這樣子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說一個story 然後它可能是用不同的形式存在 它可能是實體的版本 它可能是路邊的一個看板或者是你書店裡面的一本書 或者是說在網路上面的可能是Facebook的一篇post 或者是一個website之類的 那每一個story裡面呢 它有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地標產生 那所謂地標我的解讀是說它就是某一個 它有一個GPS的location 然後它有它自己的一段的介紹這樣子 所以如果說用一個圖來去解釋的話說 就是我們隨著時間 我們可能在不同的時間會接收到不同的story 然後這些story它裡面呢 它如果你用一個地理位置來表示 它可能是會位在許多不同的地方 然後每一個story它可能有 就是發生在幾個不同的地方 那如果大家想一下說自己會怎麼去處理這方面的資訊 你可能在腦海裡告訴自己說 好我要做個筆記 坐下來 然後你可能會打開Google Map 然後大概記一下說這個地方可能是發生在哪邊 然後在心裡面留下一個就是印象 那或者是說你自己有自己的一個資料管理的系統 然後你可能是打開Notion 或者是HackMD有一個地方可以把這個地方 這個資訊都先收集下來加個Tag 然後之後我在根據 我在回頭有興趣的時候 我可能打開指釘的Tag 然後去加強自己的記憶這樣子 那就是我們的 因為我們每天都在接收一些不同的資訊 所以勢必 比如說這裡顏色越深就代表說你的印象越減 但是隨著時間的跟你接收的資訊越來越多的時候 有些印象就是會慢慢的淡掉 那另外也可以 所以大家可以想說通常你可能是怎麼去規劃一個你想要去旅遊的地方 比如說現在疫情因為大家都沒有辦法去 所以大家可能只能在家看一些說 比如說以前有些YouTuber他們去哪裡玩的 那或者是說呢 你可能會因為你喜歡某一個YouTube團體 或者是什麼influencer 然後他去哪邊 比如說 比如說木曜四朝晚他們有去什麼樣的地方 然後你可能未來有一天想說 喔我也想要去跟他們去一樣的地方 像這樣子的情況 然後通常先決定好了一個目的地之後呢 我再去google map上面去搜尋說 喔這個地方有沒有其他人有去其他哪個地方 那我可能就google某某地方 然後空格可能是景點或者是媒體 像這個方式去做這方面的資訊的收集 對 所以他在如果你用圖像畫去解釋的話 就是說大概就是會 呃 就是你過往就是會陸續的收集這方面的資訊 然後當有一天你想要開始安排的時候呢 我就是指定了某一個地理區域 然後再去規劃說我要怎麼樣去把這些景點都走過去這樣子 對 但是 呃 呃 常常會發生一定會說 你心裡會想說 啊我好像以前 誰介紹過這個地方 可是我就是怎麼想都想不起來 然後這種感覺其實是蠻 蠻鬧人的 可是好像又蠻常發生的 所以呢 這個呢 這個就產生了一個需求 就是說我想要有一個工具 然後它可以幫助我很方便的收集一些故事的景點 然後我在出外的時候呢 這些 我可以有一個工具可以幫助我去 得到這些我過去可能有看過的 的故事跟景點這樣子 那這裡也有受到一些 呃像是生產力工具的啟發 然後 呃這些工具都是要 建立一個雙向的連結 讓你在收集資料的當下 然後你可能也 可能有加了一些 戶口 然後可能是加個標籤 或者是說 圖像化的 呃有一些連結先 那你當下我就可以專心在收集的資料 那我事後我可以 透過一個工具幫助我把這些 連結再重新的建立起來 好 所以這個工具基本上它的目的就是要 當我選定一個區域 我對這個地方 我想要把我過往有紀錄下來的 都可以再回推給我 好 那基於這樣子就會 基本上根據 自己的需求 就可以去列出說 我希望這個工具可以幫助我 做到什麼 哪些事情 然後我可能希望這個工具我可以 拿來收集 不同的故事 就是Landmark 然後呢 呃 那我可能也希望說我手機上面 我也可以去 呃 去 操作這樣子的一個應用程式 對 好 然後再來就是 稍微想一下說 呃 像這樣子的應用 我自己是覺得我希望 一個互動的地圖能夠佔有最大的比例 所以 就是 我的主要的畫面 我希望我的切分就是3比2比1 就是 就是 一半的訊息是拿來做一個 像 我可以 像是Google Mac可以縮放啊 這樣子的一個 互動的 介面 然後 再來 就是取一個區域是說 我可以提供一些像是 呃 經典的列表啊 像這樣子的 那如果說在次要的資訊 像是有一些標籤雲 什麼的 我就是放到最 呃 就是我的應用的最右邊 這樣子 好 那我這裡主要的實現方式呢 是用 呃 我這裡是用Google spreadsheet 來當作我的一個Database 那 我也透過Google 我的Appscript 這一個 API的工具 來操作我的 呃 表單的內容 那我前半呢 就是用 像是 用Datab 作為一個 呃 操控地圖 的一個API 然後 那整個前半的應用層次就是 放在 Github上面 然後用 Cadres的方式 讓我就是可以 跨平台的去使用 好 好 那這整個操作流程呢 就是說 比如說 今天我看到的一個 Youtube影片 他可能是介紹 北埔 那 看到北埔的時候呢 我的第一件事 我想要記錄一下說 他裡面有 去過哪個地方 所以我在整個 我的 初始的頁面裡面呢 我就是去 呃 把他的 連結先貼進來 然後 我這裡寫的一個工具 就是基本上 讓我可以去 呃 就是呃 現在 可以看到的是說 像 呃 我會想要記錄下來 是說 是在這一個影片裡面的 比如說 幾分幾秒 他有介紹到 某個地方的景點 所以 有時候有些 那個 就是 Youtube 他會把 他的時間上面的 time stamp 的資訊 就是寫在 他的 介紹欄裡面 那像這個時候呢 就是 呃 那我這邊所做的事情 就是把他的這個 資訊轉化成 我希望 呃 我自己 的工具 可以 就是 呃 可以 預先設定好的一個 資料格式 所以像這裡可以看到說 我這裡 預設的一個 資料格式 就是一個 Plan Text 的一個 文字檔 然後這 文字會定義說 這個 每一個景點 它的 地點 就是 就是 GPS的坐標 然後還有 就是 它的 時間 它的 時間搓計是幾分幾秒 在這個影片上面 然後 我現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說 因為我現在還缺少了 GPS的資訊 所以呢 我就要透過 呃 Google Map的一些 呃 呃 像 Google Map 通常它在這個 瀏覽頁上面呢 它就會有 包含了它的 呃 GPS的坐標 所以我這裡的 小工具就是做一個 簡單的 轉換 好 那 呃 基本上這裡都 輸入了之後呢 就是 我就建好了 這一個 Story的一個 內容 然後像這個 介面呢 當我再重新點好 點進去的時候呢 它就可以 把我之前 就是 記錄下來的 這些景點的位置 就把它 就是存到我的 後端的 的 spreadsheet裡面 那我之後 我再 對 那我之後 我在 就是 呃 想要去看的時候呢 我就可以 知道說 哦 我這個是發生在幾分 幾秒 然後我如果點一下 它就可以快速的 入面到這個 指定的地方 那目前為止就是 講的是說 我怎麼去收集 這個資料 那 真正 想要 比如說我在做一些功課的時候 比如說我想要做 一個旅遊景點的功課的時候呢 呃 除了地理上面概念 除了 我有一個 就是 地圖工具上面的兩寶 可以提供我一個 就是 距離的概念之外呢 那 呃 我之前我曾經 我曾經有見過的資料 它可能是來自 哪一個 story 那 藉由這個 可以幫助我去 回憶說 啊我 就是這個地方 可能當初我已經 自己過濾過 因為我有興趣 所以把它記錄下來 這樣子的一個 的 地標這樣子 好 那 呃 基本上 呃 實作的細節的話呢 就是說 呃 一開始是分階段去 實作的 一開始我們就是 有點像是 突發變康的 在打開一個 spreadsheet 然後 像是 就是一個一個 欄位的去 建立這些 呃 景點的 的資料 然後基本上有兩個 基本的 tab 一個是story 就記錄說我總共有哪些的story 然後 每個story都會跟著一個story ID 那我在landmarks的這個tab 裡面也會列出說 我有 這些不同的landmarks 然後它分別屬於 它會有一個 就是 它屬於的story ID 來標記說 那我這個landmark 它是出自於哪一個故事 這樣子 好 那 這個因為分階段去實行啦 所以我一開始就可以比較專心的去 呃 使作這個 這個界面 那 當我 基本的功能 完成之後 我的下一步 就是可以做說 我如何用網頁的一個格式 來修改這個 spreadsheet 裡面的資料 所以才會有 下一頁說 哦 那我 基本上我就是有一個編輯 的一個界面 然後它 裡面會自動帶入說 我這一個YouTube 透過YouTube的API 可以得到說 我給它一個YouTube的網址 然後它可以回傳說 我的作者啊 然後 影片的名稱 這樣子的資訊 然後還有說 我自己定義了一個 去描述一個landmark的語法 然後去 呃 去說 我的這個 Story裡面 有包含了哪些的 的 就是 景點 這樣子 那 像同樣的資訊啊 它因為不同的需求 有不同的格式 像是 這裡就是剛才不要說 哦 我很習慣用這種方式來做 呃 景點的編輯 那如果說我想要方便我閱讀的話呢 我就是用HTML的方式去呈現 那我今天如果是要做我的前端的程式的時候呢 我就是用JSON的方式 那 如果打開那個 的 Console Mode的話 就可以看到說 哦 我從 Google Apps Scribe裡面回傳的資料 然後我根據這些資料再去做 一些操作 那 另一個面向就是說 我的 Spreadsheet裡面也有 同樣的資料 但它就是用我們常常看到的 像是Excel的一個格式存在 那 在 思考 怎麼去實現的時候 就會想說 我的 嗯 我的資料的階層是什麼樣子 像我一個Story裡面會有一些基本的 的 像是Title 然後或者是Author 然後還有就是 它的標籤 然後一個Story裡面可能會有 包含有一個Landmarks的Array 然後每一個Landmarks它分別要用 呃 就是它應該要具備的這些 呃 屬性這樣子 對那這裡就是有 像剛才提到說 我是用 呃 一個Google的表單來當作我的資料庫 那 它基本上就是有 呃 最重要的兩個Tab 就是分別是Landmarks跟Story 這兩個 然後中間是透過Story ID 來讓這兩個 呃 接收到這個指定的時候 我去做相對應的動作 然後再把 呃 處理完的資料 回傳到我前端 然後所以我前端的Concel 就會得到我應該要接收的資料 那這裡 就是 其中一個功能就是說 我想要去 呃 比如說根據作者來去把 做搜尋 就像說 我的最右邊的這個資訊 我想要搜尋指定的 的Tab 的時候呢 我在表單裡面 它實際上做的事情是說 我建了一個叫SQL query的一個Tab 然後呢 它 嗯 有提供一些 spreadsheet 支援的 呃 像是SQL 的語法 然後來去做 一個資料的檢索 像這裡就是說 我要去檢查的是在E 這個Column裡面 如果它的指等於指定的 的指的話呢 我就會 回傳 就是 對應的資料 那它在AppSquip裡面 它就是對應到說 我接收到這個指定 我講到 query stories by authors 的話呢 我就是去下一個 嗯 就是query的指定到 spreadsheet裡面 那spreadsheet 就可以自動產生 它會自動幫你檢索 然後你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它 檢索出來的資料 再回傳給你的 前端的應用 這樣子 那search的功能 也是類似的概念 就是說也是透過一個 像是SQL的一個語法 然後 它檢索的時候 當我A這個Column裡面 有包含了 我指定的這個 的話 指定了這個資產的話 我就會把對應的資料 給貼到這個SQL 這個Tab裡面 然後再把裡面的資料 再回傳給我的 前端 那這個地圖探索的功能 基本上就是說 我給定了一個GPS的位置 然後 我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根據這個Zoom的area 就是我有四個角落的GPS 跟我中心點的 我就是去我的Data Base裡面 逐條去檢查說 我的Landmarks的GPS 是不是落在我這四個角的範圍以內 如果是的話 我就把這個資料 就是Append到我的List裡面 然後當我全部都掃完一次之後 我再把這些資料 回傳到我前面的應用 那這裡還有一個概念 我自己是還蠻喜歡這個功能 就是說 有時候 地圖上面的 絕對的位置 雖然我知道它是五百公尺 可是我不知道 我實際上走起來的感覺是什麼樣子 所以我這裡加一個功能 就是說我用當下的這個Zoom Level 然後移到我一個 比如說我很習慣的一個環境 比如說我就可以得到一個資訊說 這個 我現在收集到這些入港的景點 然後這個 比如說左上角右下的距離 它大概是 比如說我高雄家裡面到 高雄文化中心的距離 之間的一個比較 那這樣子就會 你心理上就會有一個概念 比如說我Zoom Level很長 散步的距離 然後它對應到我想要去的這個地方 大概距離是什麼樣子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因為這個是 host 在 Github Page上面 所以 當比如說 你出外想要 比如說今天來台科大這邊 那我想要看說我附近 有沒有哪些是我過去神經 紀錄下雨的景點的話 我就是透過手機的一個 方式 然後寫一個 就是 地圖搜尋 然後我可以 適用於手機大小的一個 的環境 然後去 去找尋 這樣子 好 然後再來就是說 如果大家對於這樣子的應用有興趣的話 那大家可以 去 把 就是可以自己 去 這些資源上面把它 摳下來玩玩看 然後這些資訊都有在那個共筆裡面 所以 那個 然後 後面可以再去 上面看一看這樣子 好 那 接下來幾個是自己有在試 試著實驗看看的一個功能 就是說 因為像 可以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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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把圖片用 類似 地圖操作的一個 界面 去 去操作 所以 這個代表說 有沒有可能 說 像是一些 觀光的 導覽頁裡面的一個功能 有提到特定景點的地方 你之後 你之後 我在想要找這個地方 景點附近的 資訊的時候 其中一個資料來源 可能 是說 它可能曾經存在 某一個 導覽頁裡面 的某一個 地方 然後 用這個方式 來 提供你 就是之後 這個地方的一些資訊 好 那 另一個 我自己 有在 想做的事情 是說 目前為止 我的資訊來源 都是從 外部來的 像是 有時候Facebook裡面的網站 這些 比如說 YouTube這些 都不是你自己擁有的 它 你只是自己 往一個 連結 然後 如果說 這裡有一個 像是 Vlog的一個系統 那其實 你在 這也是其中一個 描述一個 Story的載題 就是說 你自己可以去 就是 在這樣的平台上面 去做一些 寫作 然後其中一個 是說 比如說 你的文章裡面 有提到特別的景點的時候 也可以透過 像 同樣的這個平台 可以快速的 Zooming到這個 指釘的地方 上面 這樣子 那 地圖上面也可以透過 一個 Map的功能 如果說 它裡面有 指定的地點 然後它 對應到實際上 地圖上的 某個地方的話 也可以有一個 快速的 Zooming 的操作 可以快速的 Zooming到那個地方 那 對整個 地理的概念上的 加強 是會有 一定的 幫助 這樣子 好 那 目前為止 像這樣子的 project 因為是 自己在工作之餘 慢慢開發的 所以 自己也有給自己 一個roll map 的一個 規劃 但是有時候 有時候 先列上去是一回事 真的有空有錢 要做的時候 又是一回事 所以就是看 但基本上就是 透過 一個roll map 然後說 哪一個版本 我想要加什麼功能 然後之後想到的話 再慢慢加進來 這樣子 那 後續如果 大家對這樣子的 有什麼 feedback 的話 也可以在 Discord 這個地方 可以給我一些 feedback 這樣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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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非常 想不到 還有問題想要發問 好 請問一下就是 現在一開始在選擇一個 Google資訊表當作儲存資料庫的地方 然後 所以 其實我有一個好奇的 想要問的是說 那個 比方說 Youtube的影片 比方說 日式上面提到某個地點 像這個的連結資訊 它是可以 儲存在 Wiki Data 還是 來確定 所以說 一開始有時候 為什麼會想到 直接儲存到Google資訊表 這樣子 謝謝 嗯 其實 Google資訊表裡面 它的形式也只是變成一個字串 它可能是 分冒號秒這樣子的一個字串 所以 嗯 會用Google資訊表 只是單純我覺得 我可以先不用去 自己加一個 SERVER端 我就是可以用一個 我平常就會操作的 Google spreadsheet 我就可以 來 直接操作我的資料 對 只是這方面我覺得 對 因為我之前 在其他 Project也有用過 所以 我比較熟這一塊 可以快速幫我去 把這樣子的一個 Portal Time 幫我去 做出來 所以才會一開始 就直接用 嗯 Spread sheet 對 那因為 它其中 因為這樣子的應用 目前使用者只有我 所以我可以 針對我自己的 Spread sheet 我就可以很方便的 操作這樣子 對 那如果是你要讓 很多人使用 我覺得還是要 走回到說 你要有一個 SERVER 然後去 去 run一些資料庫 這樣子 對 那還有人有問題嗎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換到下一場 那再次感謝Ivan的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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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